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讲场的历史戏讲话 今晚我们的题目是《不以成败论宣和》 如果你有听过宣和这两个字 就应该知道今天 譬如听过《大宋宣和遗士》这些书 你就会知道跟宋史有关系 主要讲北宋的故事 跟我们讲的,除了我、嘉齐和阮涵之外 讲到宋史就必然要请我们的宋史专家 之前也经常有上来的河光人教授和我们分享 何教授你好 何教授你好 何教授的功力之前如果有看的粉丝 就一定知道很了解 亦有多次说,多多请何工上来 我们从来都不会少 只要何教授最近又有一些新的研究出来 我们就立即会捉他上来和大家分享 嘉齐,《不以成败》这个题目 就好像有些翻案的意味 其实我们是的 我们想起中国历史里面的论述 我们很容易就会用结果来審判之前的统治 究竟是好或者不好 宣和就是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 大家都知道最后一个年号就是因为之后没有好东西 之后静康之河就来到了 我们说到宋徽宗也可能是比较负面的 他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 在传统历史的论述里面 他又喜欢艺术有很多花鸟鱼蟲 那些花石缸那些 如果我们对宋史不是很认识的 我们最少都会在水湖传里面 找到宋徽宗的宗迹 我们也对这个皇帝有一定的理解 我觉得他可能是风流梯堂 但是奢侈人非 但是我们要想一件事 为什么不宜成败呢 就是前排鸟鸟鸟 在香港很受欢迎的《清明爽學徒》 其实他里面描述的世界就是 宣和年间变经的盛放 是一个很明显的盛世 但是一个盛世和亡国之间的关系这么密切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想清楚 究竟所谓的盛世和所有的亡国 是不是我们传统历史的论述法呢 是的 宗义文艺 花石这些皇帝也有不少 就是曹操 即君主领导人曹操 乾隆也有不少 看你港舍亡不亡国 李后主也有宗义 是的 看你如何判断 还有你问我 皇帝的嗜好里面 宗义文艺也可能是这么多 我嗜好里面其中一种比较温和和良好的 即是你问我 所以一直对徽宗的说法里面 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有听 就是我这样看 他的字也写得很好 这些部分 其实都是背面地说 他只是写字好 但其实他其实很差 这是一个历史的论述来的 究竟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呢 其实有很多话题在中间 应该跟大家说 是的 我都同意 因为好像我自己 记得读宋子的时候 大家说到徽宗 就只会说他文艺 藝術上的一个贡献 特别制授金体等等 好像就有点想抹杀了他 就是说他政治上到底做了什么 特别他成为了一个 我们可以叫做亡国君之后 加上又说他怎样给这些宦官弄权 然后造成了官逼民反 梁山喜意等等 那么多的事件出来 所以变成了大家都好像 历史上的判断 就是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 懂得吃喝玩乐 玩艺术 就是用一个比较典型的说话 就是有些敗家制的一个君主 但是有时想起来就是 其实当时清明上河图国 这样的盛世之下 其实为什么会真的可以这么快 说得差一点 是不是叫做一棵青袋 是的 待会慢慢 还哥会说 整好入画就会被还哥发挥 先要继续 譬如还有什么呢 水污转 水污转的年间的事 根本就是说的是 就是徽宗年间的事 就是说到 其实你想想 每一个英雄 就是主要的二十几个 就是你计算后来 就是说七十二、一零零零八 但是最主要的二十几个 每一个都很淒涼到不得了 就是被人真的迫到死、冤到病 本来有多好都受到被人打压 被任何全方位打压的结果 所以你这样写的时代 在大家人心目中這個徽宗真是一般的 所以你會見到歷史的論述 或者是大眾文化論述 都指向這個不送末年 是一個一般的 或者管治、管理 或者在政治力量上比較黑暗的時代 是不是這樣的呢 傳統的論述好像就是 將金人南下將汴京攻陷 《老酒徽陰義宗》的整個故事 講到徽宗的失政導致的結果 當中還有些奸臣 奸臣蔡經 拳賞蔡經 還有宦官同貫 宦官家拳賞 聽名字之間 是的 完美地配合地 就是使到這個昏庸的宋徽宗去亡國 這個就是我們得到的論述 何公 是不是這樣 但看上都不錯的 不過首先你講到徽宗 徽是甚麼意思 徽宗是廟號 徽宗的徽是美好的意思 你查一下說文也是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歷史上其實跟徽宗同時仰仲有一個徽宗 很多人不知道 教科書都不會知道 那個叫金徽宗 金徽宗其實不是真的做皇帝 他是金的第三個皇帝 金禧宗的爸爸 原來是阿吉打的長子 不過他還沒有祖皇帝就死了 他的兒子金禧宗職位之後 就追尊他爸爸 做景宣皇帝徽宗 當然是好的 不好他不會給自己的爸爸一個壞的名字 同樣宋高宗就是給他自己的爸爸 是一個好的廟號 那個徽宗不是壞的 是好的 很多皇帝又有廢帝 愛帝都不好 隱帝被人殺 他的廟號一點都沒有問題 當然他兒子給他爸爸那個廟號 都能量一個好的字 另外他那個帝號 什麼什麼顯仁什麼人 下皇帝 那些全部是事實不符的 所以在林安建立南宋的高宗 他回望宣和的故事 都不是覺得是差的 他知道是差的 這是一個問題的評價 只不過南宋人 是比我們更加著意 為什麼宣和盛世一下子會靜康之難 他們尋找很多原因 但尋找原因當中 只不能論父的 甚至不能論卿 徽宗、陰宗 高宗、軍神是不能說的 不能論卿誰 就在下面那些 於是在靜康年間 大臣李剛、太學生、陳東 那些攻擊西中的權臣 他找了六個人 掛了宣和六賊 宣和六個賊 包括什麼呢 蔡經肯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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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經肯有份之外 他六個人多了三個 都是太監 即是銅肯是太監 銅肯的大對手 即是宋輝中 利用來牽制 銅肯的 叫做梁思成 很厲害的 他文才很好 他考科舉一甲第十一名 他還妙得 他跟宋輝中說 我是蘇東坡的兒子 即是自己抬高自己的身份 第三個太監叫李燕 李燕 其實他是另一幫太監 楊展的副手 楊展死了 他就拿了他的幫 那三個太監 當然有幾個奸臣 蔡經 以及搶了蔡經委員的王府 另一個就是搞花石江 又是蔡經 又和馬仔叫做朱滅 這叫做宣和陸賊 大家當然是入殺下面數 等於國內曾經說 毛主席平水碗就說 宋綱是只反貪官 不反皇帝 皇帝是言君姓君 是被奸臣所用 誰都知道不是 但在這個時代來說 你不能議論是君上的 但是南宋人 很深刻地反省 是正康之難點發生 他們甚至在理性分析之外 一些unrational的分析 是報應 是因果報應 於是那些投胎轉世之說 就出來了 輝宗文采這麼好 詩詞歌父 他們就比伏李後主 他說李後主 因為比宋太宗很失德 你佔有了小舟後 你還殺了李後主 為何小舟後 大家不會說 看白雪仙、任建輝的李後主 說李後主以淚洗臉 為何以淚洗臉 小舟後回來 斥責李後主 你做男人 你害到我 被太宗污辱 宋太宗變態 污辱期間還要畫畫 即是那種失德 經常說進去 又很久都出不來 是呀 你是預料的 你是亡國之君 結果大家就說 李後主是報院 他說報院投胎做宋輝宗 敗壞李江山 然後宋高宗又說 宋太宗結作 吳玥閣已經投了一行 你還是毒死了的 吳玥閣主是前淑 於是他早前淑報仇 投胎變了是宋高宗 於是他很妙地說 所以在臨安就對了 在臨安就回歸杭州 而且是80多歲 年壽歲差不多 這些投胎轉世 是在宋朝很流行的事 他這樣解釋 另外說到吳黑買 這要打斷 首先剛才說到的吳越國 藍堂那些故事 全都是五代十國時候 江南的故事 所以後來宋立國初年 打的和統一天下的對象 所以他就說是一個反覆往回 一個輪迴的報復 就是這樣說 他還有正康之難的 是將李宋太宗的子孫 殺死捉死 動手下令那個 他有兩個說法 素人不忌 一個就說 動手的那個 原顏中漢 他叫做黎寒 黎寒 黎寒即是治漢人 說他面上有一塊斧頭 劈角痕跡 他說 就是宋太祖投胎 大家聽這些傳說 捉影虎聲 他說宋太祖 你奪我為殺了我 我現在投胎做金人之首 宋太祖劈他 劈他的 有人說是原顏中漢 不過有人 另一種說法 就說 原顏中漢馬仔 下令滅宋那個 就是金太宗 原顏不黑馬 總之這些南宋人 討論到宋朝亡國 他們避開 不可以說 送揮中送陰中的責任 於是 全部歸咎於他的臣下 蔡經同觀 一定是肯定的 高求很幸運 高求不是孫娥陸賊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水會傳大鬧他 他的劣跡不章 很奇怪 我的理解就是 在水會傳和俗書裡面 高求就說 好惡的 做盡壞事 最壞的那個 是呼惡不盡的 相反 水轉裡面 同觀好像跟著蔡經 做馬仔 當日奸人 害梁山 但是 他的劣跡不章 但是 煙室上是倒轉的 倒轉 高求沒有什麼 很多壞事做的 黑口跟梁當然有 但是他沒有好壞的事 但同觀也 一定且確實 就是他推動聯金滅料 造成的禍害很大 所以 所以 不舒和陸賊這個說法 就是在北京 差不多被圍城 即是失守的時候 未失守 未失守 阿里 怎樣說了 這個綠賊也好 故事也好 之後怎樣呢 下一節繼續說 各位好 回到第二節的歷史是這樣 上一節說了很多很有趣 你問我是很棒的 所謂因果報應的故事 其實就是什麼呢 我們當討論一些 不能討論的事的時候 的方法 我們其實 任何時代都好 我們都有很多事不能討論 我們怎樣去討論一些 不能討論的事 即是說 那件事不能說 但大家又很關心 很想說 那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 歷史沒有辦法聚述 故事就會興起 我們就會將什麼呢 加一些神話下去 加一些故事下去 因果報應 輪迴 你快要有 下世有報應 你今世有報應 你是誰降生下來的災星 就加下去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 這些曲解 如果你想這樣看 那些是假的 但是這樣看 其實看不到真相 這些其實就是 如何陳述 一個無法被聚述的大歷史之下 的一些方式 一些節食 其實中間這件事 環哥說得很精彩 就是說 南宋人對於北宋滅亡 這件事是很深刻的 因為這件事絕對是他們的切夫之中 但是 你當著高中面 去講任何的事 都是殺身之禍 那怎樣處理呢 或者怎樣將經驗的論述呢 又或者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其實那些被視為最深重的奸臣 是不是真的奸臣呢 他們有沒有什麼做到 或者形勢是怎樣呢 中間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以及去討論 南宋的時候還沒忘完 都不知道金人會不會繼續打賣 所以他們既是要找一些負責人 亦都需要去總結經驗 以備他們可以不用滅亡 但是剛才我提到那一點 譬如說一下陳東 他在汴京很危難的時候 去提出這個孫皇陸冊這個概念 想在這個危難當中 可能是找出那個危難的負責人是什麼人 所以是有一點意氣的意味在那裡 我特別想提出來 其實可能何公可以再講述多些 這幾個孫皇陸冊 其實他們實際上要為到 揮中在統治期間 可能我們叫做失誤 就是要負上怎樣的責任 還有是不是真的他們完全要負責 還是有其他形勢被人強的 我簡單問你 其實亡國是事實 那是不是真的他們做得差而亡 這個肯定他們做得很差 他們是創判形勢 宋朝其實 北宋徽宗軍臣文武對自己高股很高 他亡國是一個外敵入侵 在軍事上 他們一到靖康圍城的時候 那支陝西軍的主要將領 水轉那裡的老松經略相公 那些弟弟從失蹤 一個是黃俊的老闆 一個是魯哲深的老闆 他們很有信心的 他們是金兵不夠我們打的 很快可以打敗金兵的 他們的勤王軍去到開封 是以氣風發的 因為一去劫寨打贏你了 從失蹈從失蹤 姚平仲然後楊可世 這班全部同貫手下 這班人達了二十多年 是長期勝利的 因為在西日下那邊是打贏的 是打贏的 這裏有差一句話 就是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宋朝或者北宋的時候 在對北方的戰爭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勝利 勝利 我們是否有形勢圖 可以看一看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差勁 不是那麼差勁 這裏是形勢的圖 其實我們看到幾個大國在頂立 宋朝就是對著北方的寮 但除了寮之外 在宋朝北宋的期間 因為重要的外敵就是西北的西夏 剛才何公也提到 宋朝在徽宗時間 或者是在北宋的後期 其實對於西北的戰爭 是多勝利的 就算是輸都不是慘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對於西北的邊境 或者西北的軍事力量 是很有信心的 但相對來說 對遼很少真的有實戰 因為在善淵之盟之後 遼和宋之間 基本上是維持和平 所以彼此之間 對於對方的實力 其實是很難去估計到的 而將寮差不多滅亡的金 和寮之間的作戰 宋朝就不是完全可以掌握到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金人有多厲害 他們對於外敵的經驗 或者對外戰爭的經驗 主要是在西夏那裏得出來 而他們的經驗 結果是我們也不差 所以可以和外敵一戰 神宗起幾處都打得很好 在今天的甘肅陝西那邊的位置 其實一直都有一些開闢僵土的情況 都會見得到 所以我們說 其實可能 北宋對於自己的戰鬥能力 其實是有一個自信 很大的自信 在神宗那時開更闢僵土 就由黃少、李憲 李憲是太監來的 他是打青唐 青唐就是在宋和西夏中間 他們橫山地區 一個套博族的建立國家 很大的地方 用黃少的策略 奪取了這個國家的土地 他們的國家是從甘肅去到青海一帶 北宋神宗那時就拿了很多 開了所謂稀河路 最重要的成就 就是奪取了蘭州 蘭州是安市之亂之後 失喪了150年 被他們拿回 而且充分可以建設 即是說我們殖民化了 招收了很多附近的弓箭手 那些繁埔 是建成很重要的堅壁 完全威脅到西夏的安全 因為過黃河就是西夏 蘭州大家知道 甘肅是省會 蘭州附近一直打打打打 甚至打到青海的西嶺 其實從宋神宗開始一直打勝仗 而西夏和宋的戰爭 都是宋贏多 西夏贏得少 蘭州西嶺到現在都是那裡的核心 都是那裡核心 所以蘭州開發 跟宋神宗他們有關 經歷宋神宗 折中、徽宗 完全奪取了整個清唐國 所以宋史說清唐故地 盡為周圓 他開了一個很大的地方 叫做西河南匯路 很大的地區 很多時候人家說 宋朝就失了個產馬區 他打到一個地方 是拿回產馬區 那繁埔控制的產馬區 在徽宗的後期 已經完全拿回 可以自己 已經不是長時間沒有產馬區 他為何打這個地方 要對付西夏 削了西夏的力量 奪回產馬區 那裡是產馬區 招收了很多的番將 幫他打仗 宋君有很多番將 那些番將其中去到南宋 用了劉剛勢 劉剛勢、劉賢慶 他們是番將 用一些番將 很多他設姓李、姓儀 很多人是番將 所以這件事 對還是不對 你打場仗 開疆癖土 他一直是贏的 西夏被他打到要清神的 廖國情況如何 廖國其實去到天造帝 就已經衰落 宋朝是知道他虛實 銅貫出使過廖國 起了他底 童冠的責任就是 他出使廖國之後 他回程的時候 有一個在歐洲地區的漢人 叫做馬直 就投靠他 就獻了他奇蹟 他臉衰落 趁這個機會 可以聯金滅廖 這個馬直 後來改了名字叫李梁子 入了宋之後 次名是趙梁子 他是力力推動 童冠是聯金滅廖的 是不是個個都接受這個意見 其實當時都有人提出我不好 大家不知金是甚麼的 隔了個尿角 甚至高麗王曾經通了水 高麗王和金是接近的 高麗王一次借說我有病 請宋朝派醫生去醫治他 其實不是真的病的 而是過了 他說千萬不要做 金是虎狼之國 你千萬不要傻到聯金滅廖 可能是引狼入室的 高麗王是最清楚的 清楚 但是宋輝宗不相信 宋輝宗和他爸爸一樣 其實他和他爸爸的哥哥一樣 好聽些也很有大志 恢復汗塘舊疆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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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清潔 宋輝宗滅了下打低遼國 然後恢復汗塘舊疆 這個很有大志 一代聖軍 一代聖軍 所以說 他差這些 人生的如果他在宋禍五年 買一個歐洲回來 燕京綠洲 接著啃親 你說他廟戶是甚麼 一定是武宗 贏了 贏了 他宋禍五年是整個宋朝 的疆拓最大 他在西北溪河南回路 開疆幾千里 然後在歐洲 因為歐洲 燕京綠洲 是很大的 不過 歷小蘭是講解餘的 他接著兩年之後 到先和七年 聯金尿出了後患 結果被人打到來 他退位 然後他兒子又沒有用 就整腔之難發生 你說他比父 他有點像 有幾個皇帝可以做比較 那種權貌利害 信道教 就像明世宗 帶得好大喜功 書畫藝術 你就佔治乾隆皇 乾隆皇開疆癖 十全武功 結果花了他爺爺爺的錢 最大奸誠當然是和薪 你以為只是和薪嗎 不過那些人通常是區分的 改朝換代 因為清算前朝的人 等於中國 毛主帝寫之後 區隔就說四人幫 他不會五人六人 就那幾個衰 所謂孫娥六賊那些 其實為什麼 找那六個做代罪羔羊 限制打擊面 是啊 我們講到其實 北宋後期在政壇上 有一個很壞的傳統 西風之後 就到袁右 袁右上台救黨 就清算西風 但是到袁右 高太后死後 到折忠親政 就少父清算袁右 到折忠死了 結果就是崇嶺清算少父 到孫禍就清算前面 到政康就清算孫禍 即是徵教黨交替 西風之後有些太后在做什麼 還有北宋有些 不知為何 見到很多人的言論都比較 你叫謹直也可以 硬頸也可以 譬如張淳 華揮宗端和輕挑 但當時你這樣說 他上得位你就死定了 這些也是當時不知為何 在宋朝見很多 大家的句子好像去到很盡 有言論自由 留下的言論真的很盡 真是夠膽說 因為張淳 他有這些政策 他被朱貴妃搞定了 朱太妃要捧朱太妃的兒子 他在太面前要說到 揮宗有這麼壞 如果不去到盡的話 萬勒馬拉手向太后 立了揮宗 他便沒有份 政治賭博朱了 他賭輸了 他的政壇就是 一代清算前一代 所以到後期到高中 當然要清算繼續宣和 所以你一定沒有命 不過我也想問一下 可能下一節回來 要再回答一回答 其實很多時候 你會說到宣和六賊 有三個都是太監 其實歷史上 中國一說到 宦官立權 就會禍害了朝政 其實宗朝的時期 為什麼軍主這麼喜歡用太監 還有是不是真的禍害得這麼深 等一下我們可以說這個話 還有你會見到 就是我們討論的事情 就是說 你見到宋朝內部的 互相清算 互相忌衡的狀況 絕對令到政治出現很大的問題 各位好,回到第三節的歷史 就是這樣說 宣和究竟搞什麼呢 剛才都說了 可能裏面 北宋自己對軍事的自信甚高 裏面有很多權鬥 或者清算導致很多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 都是裏面值得討論的 還有一些其他元素 加上 你說權鬥 其實我們要看一件事 就是我們講到 在揮中時代兩大奸臣 一個蔡經一個同貫 其實兩位人兄 在實際上管治上面 在揮中時間他們當權的時候 他們做的事未必是 我們想像中那麼壞 比如我們講蔡經 蔡經他是扭轉了 新舊黨交替權力鬥爭很密集的形勢 當然他是屬於新黨那邊 也對舊黨清算得很厲害 但他可以說清算得很徹底 以致他當政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可以說是得到揮中很大的信任 並且在政策上面可以有很大的輸展 我們歷史上面很多的評價 就說他讓北宋的國家進入了社會很多 譬如有很多福利 醫療那些制度 建立他上來 即是顧問問他是不是那些是很成功的 或者他是不是可以真的改善到 北宋百姓的生活 但是重要的是 他能夠可以使到政治局面 比較穩定了二十幾年 這樣東西是在北宋的政治上面 很罕有的狀態 另外我想提一提同貫 大家可能歷史上對於宦官的理解 都是拿聲拿氣的 他可能是陰陽人 但是同貫在軍事上面 是很有建築的 何公長可能他多說一些 他主要是以武將的身份 來主導這個揮中時代的一些軍事的情況 也都在西北方面他不是沒有戰績的 可以說是有大大的立功 所以宦官是不是導致禍難 宦官是不是文藥的 只是在皇宮裡面灑塑應對 可以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想我首先 對於一般人對蔡經的理解 事實上要做一個澄清 國內連續出了幾本書 第一本就是講蔡經兄弟 蔡經賽變的 在北宋末年的政治影響 那本很詳細的 最近另一本書就是一個石石生 叫做《蔡經年譜》 蔡經大家從水準影響 以為他從頭到尾都是做太師聖相 不是的 蔡經其實是比宋輝中玩得很盡的 蔡經在宋輝中的25年裡面 是四上四落的 鄧大人是三上三落 他四上四落的 宋輝中利用他 找他回來 去打低了爭埔 華爾倫在崇寧年間 他回來是靠同盔幫忙 所以後來和同盔勾結 互相幫忙 他推薦同盔去帶兵 做監軍 但到這麼早的時候 蔡經在蔡經做了壞事的話 他又打低你 因為古人很迷信 一碰到聲變 即是垂星出現 就是要揹人揹 於是他單一隻眼 他的間官就麻 北宋密奇的賢官 通常是打手 即是收到封 皇帝不妥 蔡經 即是等於民島浸脫 有人碰 於是 結果蔡經在崇寧年間 被打倒 由他政敵張相英上位 所以宋輝中 如果有很多好事 就不是蔡經做 是可能他的對手 張相英做的 然後到大官出來 繳輪之後 嫁了盡 你做夠了 又刪了你 又找了蔡經理的對頭 趙挺之 趙挺之的兒子就是趙明成 趙挺之就是李清照的老爺 即是他內不內 就找那些人出來打你 到正和 蔡經理第三次上 他就找黃副打他 又解僱他 到孫和年間 他就七八十九歲 沒有人用 鄭皇后說用老臣 於是就叫蔡經回來 蔡經耳朵 眼睛蒙 蔡經靠他的兒子 蔡收 但他跟他的自己大兒子蔡游 爭拳 去到地步 就是 輝宗暗示 為什麼你沒有宰相做 你老爸做了 那怎麼辦 你踢下老爸就讓你做 他搞到 父子 用這些權力 是搞到蔡經父子失禍的 結果蔡經 是在幾個月 第四宰相 然後又解僱他 找蔡游和同貫去宣命 記載蔡經 直接很窩囊到哭 為何不讓我多做一陣 你供等回去和皇帝說 那些人說蔡游是你兒子 叫做供 你對同貫是可以勉強說到 所以蔡經 並不是由頭到尾那麼好味 完全是被徽宗換老故障之上 用你之時 他就找你的對頭 坐在旁邊對付你 這個是徽宗的帝王術 講到橫觀 不是只有同貫 他有很多幫太監 我做的整理 就是徽宗那二十幾年裏面 做到很高級的內事都支 入內事都支 有十幾個人 沒有誰是同貫的心腹 他刻意起碼有三大幫 同貫自己一幫 然後有一個在宮廷裏面 那個梁思成 就是說拿了一甲十一名 他的字很像徽宗 整個幫是徽宗寫的 他是王府 做在上王府的靠山 梁思成是同貫最大的對手 他手下有一個都打得的宦官 叫譚陳 後來就takeover同貫的軍權 那裡有一幫的 第三幫呢 有一個人叫楊展 專門做很多的公平製作 起很多東西 那個楊展 跟二朗的神 楊展同名的 在水準裏面會談 宣和為少會講到楊展的 楊展的副手就是李賢 不過楊展就運氣好些 宣和三年死了 所以就沒有份入去宣和六賊 如果他不死 宣和六賊一定有他份 就不是李賢份 所以這幻冠其實是宋徽宗刻意來用的 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宋寧初年宋徽宗用這幻冠 那些大臣說我們宋徐家法 是要壓抑幻冠的 皇帝用幻冠 於是有個御史忠誠 即御史台的台長 叫封職 封富的封 寫職的職 就見皇帝就拿著本書 本書就是唐書 《囚事良傳》 讀唐史知道 《囚事良》《金魯之變》很兇 要讀給皇帝聽 警戒皇帝不相信幻冠 會造成了《金魯之變》的慘禍 宋徽宗說不用讀了 我知道了 傳記金說這個封職是很忠的 他一定要讀才離開 其實大家知道封職是輸呆子 這個皇帝他怎會是唐文宗 這個宋徽宗 他今天駕馭的幻冠 是很有辦法的 你不聽話他就討厭你 有幾個幻冠 和同冠鬥法被告發 他殺了 其實徽宗那樣裡面 你拍張爬梳 那些幻冠你打我打你 其實背後操控送徽宗 當然同冠他有優勢 他得寵 我仍然認為有一個原因 他還有一個靠山 鄭皇后 他是鄭皇后的人 通常你看清宮片都是 那些妃和皇后 都有一堆大鑑 於是宋徽宗很聽鄭皇后說的 同冠裡面是內座 所以他長期得寵 他很少在開封那裡 他長期出去打仗 同冠後來風凰 他從一個內閣省市 一直做到觀察樓後 敗截道士 破天荒敗截道士 然後去做太父太保太師 封宮最後封王 為何可以這樣做 為極人臣 為極人臣 他戰功標榜 他簡直是又做到 破了紀錄 打破宋朝霞交法 做書密使 他做書密使 幻冠做書密使 而且他不僅是執掌兵符 宋朝霞交法 開始做書密使 就不可以帶兵的 但他既是書密使 亦是做河北、河東、陝西的孫虎使 即是內外兵權立了 唯一在皇宮裡面 那些禁軍就不是他帶 那些禁軍就高頭 高球高頭偉大 即是這個皇帝 內外兵權給你帶 你負責打仗 開封的東西就不關你的事 這個是皇帝駕馭還官 但你一得罪他 他便會解僱你 所以同貫 你不要以為他很厲害 他有一個很大的挫折 就是在孫王五年 他收回燕京回來 但他打得差 打兩次輸了兩次 累到宋輝中用高價 買回燕京綠洲 他班師回朝 托大腳都沒用 即是解僱你 將你剝奪在職位 給你一個虛陷 那一年 同貫很慘 他對頭梁師誠 談診 拿了他的權 搞一些事情 然後逢是同貫的馬仔 都炒 不過到了 宋輝六年末期 那兩個搞不定 被金兵要打得來 所以 宋輝中司 重新服用同貫 所以 蔡經同貫 這班權相奸臣 權閹 他不是由頭到尾都那麼好吃 他 我們研究歷史 是逐格地看 不是說 以為 水火傳好像說到 由頭到尾都很兇 不是 有時候他們失勢 蔡經失勢 很多次都失勢 不過 我們想受小說影響 以為他由頭到尾 蔡太司不是 宋輝中也很厲害 做得很厲害 例如小陽春的時間 不是蔡經做的 可能是對頭做的 張雙英、趙挺之 有一堆比較好的宴官 宋輝中也是 他討厭蔡經的時候 找一些宴官打他 用一會兒 但是假一會兒 都說蔡經好 蔡經最厲害的地方 不過是賺錢 你說到打煙雲的時候 打煙 入北京的時候 打寮 就是聯金滅寮的時候 打得不好 你說 他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同冠其實應該都幾打得 在那裏出事 什麼原因打得不 畢竟全攻 第一 他那個情報錯誤 因為他去打燕京的時候 他不知道燕京的守軍 是遼國最強的一支 他用了錯兩個人 很多時候他信了 第一次去率領送軍去打燕京 從斯道 老將 但是已經武器了 他應該夠膽用人 用一個年輕一點 從斯道的 失敗判斷力 他以為 一去到門口 有人投降 變成沒有做警戒 結果 人家沒有投降 反打你 而且 對方的 當時的 守燕京那個 後來叫北寮政權 叫天石帝 其下兩大仗 一個叫蕭幹 是黃蕭幹 一個後來建立西寮國的耶律大石 寮軍很精銳 一打從斯道就散了 兵敗 同官沒有親臨前線 他守在洪州 即瓦橋關坐鎮 派他上去打 誰知道白溝河之戰 宋軍一位以為廖軍來投降 沒有做好準備 結果被廖軍一衝就散了 從斯道帶頭走路 結果宋軍就潰敗 隔了達人家就炒了從斯道 所以我們說 對廖戰爭的失禮 亦令宋朝的警方 陷入了一個新的困難 各位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歷史是這樣 剛才說到聯金熱寮的不成功 或者說我們一般的論述裡 說到北宋打廖的時候 好像不是打得很好 展示到宋軍的殘虐 但剛才環哥也有說 當時宋軍面對的是寮軍的精銳 所以亦打成一個三七開 或六四開 即是有利 其實都是不可避免的 最後就必須要向金 買一個煙酒回來 所以亦都是當時向金人展示 即是叫肆虐 你軍事實力去到哪裏的情況 所以這種當面示虐 是會直接導致到什麼呢 很容易會掩別一個急速的崩潰 第一你已經損失了 因為你打了對方最強的精銳送軍 你就會有一個損失 第二就是金人叫做 液體 即是撿了一個便宜 它其實損失又小 你幫他掩戀了遼國最難打的地方 是的 你當面暴露了自己的弱點和虛偽出來 所以金對於宋的變化 就立即有一個變化出來 但也見到 剛才我自己也說了 徽宗其實也很聰明 是的 很聰明 作為一個老闆來說 他很會用權謀 同觀這些 即是橫觀 其實我們會看到 他很有軍事上的一個才能 所以他會用它 但是蔡經這些 他很會利用權勢 就去壓制住他 就不會讓他成為一個太厲害的眾神 所以就將他有四起四落這個情況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有一個疑問 就是一個其實這麼聰明 這麼懂得去自用人的一個君主 為什麼會突然間 會令到整個國家可以亡了 其實真的好值得 要去想一想 可能等一下 好 再解釋一下 因為你說的論述裡面 徽宗很差 所以徽宗亡國OK 但是如果徽宗那麼厲害 迫波死 是的 是的 還有打到來便經 他退位 他退位 你鬥爭都不鬥爭 為什麼會這麼差 孫羅衛士 其實發生什麼事 那個關鍵 宋徽宗 如果他說他做一個帝王 他駕馭群神 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很像明世宗 明世宗幾十年不上朝 但是他心水很清 他國交盆數 知道清清楚楚 他是靠內閣 靠施禮金 遙控著一個國家 所以 明世宗有時說 跟宋徽宗有相似 天才而同 很聰明 讀很多書 不過只不過 信奉道教 信奉道教 信到當真是自己 用人大弟的兒子 信神才受到癡善 要補充一點 為什麼呢 黃珍瑜教授寫一篇三篇好文 他講述到在徽宗一朝 三大惡勢力 第一幫是奸臣幫 蔡經 黃虎 那些民神的奸臣幫 奸臣 連高球都算是奸臣幫 第二幫是太監幫 很多太監 第三幫是道士幫 道官幫 最有名的那個道士就是林寧素 之前有黃老志一大堆 所以宋徽宗是找這三幫人 互相牽制的 那這三幫人 當然是全部都不好人 就破壞所有的政治 所以宋徽宗 好的 有骨氣的大臣 是不能納粥的 全部是拆鞋子 到陰宗那時候 有人 有大臣就很坦白說 他說在徽宗一朝 能夠納粥 能夠 可以生存到的 如果不是靠梁思成 應輪先龍乾爺 不是靠銅貫 不是靠蔡經 你無法納粥 結果到徽宗禪位 陰宗上位 劈孫和陸賊那幫 不是救那幫人 劃清界線 其實他們有份 他們落力打孫和陸賊 其實為自己洗脫 你靠這幫人 去救 當然救不到 罵奸臣自己就變了忠臣 對 其實那幫人 所以你說宋輝宗 當然有責任 他即是帶他獨攬 他沒有澄清的自封 他忠用小人 利用小人 達到他私人的目的 他絕對沒有留給他兒子好東西 全部留在那些 會拆鞋上位 無能 空口講白話 所以陰宗一繼位之後 清算前朝 那幫賢官的 沒有建設性的 只會打落水狗 天天就講那些話 他沒有講如何去武兵 如何去搞好國家 如何防怨金人 這個就是徽宗 大家就覺得 有色人說到宣和沒世 已經是沒世 但是粉飾太平 不過宋輝宗自己 在宣和七年忽然間 有一個覺悟 他收到一些情報 他說為何山東河北這麼多賊 忽然間有很多災況 其實關鍵就是聯金滅饒的後遺症 很多人不知道 在宣和五年 送人買回用很高價 給金人勒索 送回六座空城給你 其實七座六加一 燕京加輪境六洲 空的 空的地方怎麼辦呢 來拿回塞土 於是宋朝 就派了一個王安忠 尚書有成 做知煙山虎 帶隊人去接收 然後招募一個寮國行將 郭藥師 他知常勝軍 去守燕京 但是要動用大量的資源 莫名泵錢 就是說你拿個地方 你買一間空屋 什麼家具都沒有的 你要搬些東西進去 要搬人搬錢進去 錢人哪裡來呢 那在河北山東 就近的 就近的 很慘況 要榨取那些人的錢 要逼人納重稅 如果成功的話 就等於建立的殖民地 真是碧射梁山 宋江死了 方立死了 帶了新的過路英雄出來 其中銅貫打敗最凶悍的山東巨盜 很多人不知道的 叫高拓山 銅貫宣禍七年封王 封廣洋郡王 其中公職就是打平高拓山 其實很多漢匪的 特大家我們講到 徽宗當然是講 方立 宋江那些 什麼正四寇 一百二十位田虎 王庆 不是的 聯金議員之後 因為他們要建設燕京 不恰當地壓榨人民 拿很多錢 要colonize這個地方 如果成功 蘭州未成功 蘭州是神蹤他們經營蘭州 真是扔很多錢 賺了很多當地工戰手 所謂移民實邊 但在兩年時間裏面 很急速 他是要填上空城 要長期守 但用人不當 用了郭藥司 這個行將 另外就是貪心 想拿來平州 平州不是英文十六州的 他有一個廖的行將 叫張國 就說 我帶平州來投降給你宋朝 宋徽宗貪心 就要了 金人有藉口 這個我行將 我們簽約講明 不能接受對方行將 你違反我盟約 我還沒打你 打到平州 張國不夠打 就投降給宋人 黃安中談診 不關同貫事的 怕了 這兩個人就怕了 金人要交出張國 他真的交出來了 殺了張國父子 交給金人 以為 不關我的事 我補償 金人殺了兩國 如果我殺了你 你殺了廖國行將張國 就引起了郭藥司的恐慌 郭藥司就說 金人要張國的頭 你就殺了他給金人 如果金人要我的頭 那我沒有 於是起了異心 宋朝拿了很多錢去養郭藥司 拿了這些錢 供應了上聖軍 到頭來 當金兵在宣禍七年 東路軍攻燕經的時候 這個郭藥司開城投降 快過打針 讓薄藍佔油 然後郭藥司很恨宋朝 他去過開封的 宋輝宗很優待他的 他熟了路的 他說給金將款離不聽 他說宋朝沒有準備的 我知道他的虛實 我做響導 於是金兵就很順利 東路軍就去到黃河 但黃河的首將 那個太監梁芳平毫無防備 一打就倒了 於是金兵就很順利打到開封 宋朝第一次金兵圍城的時候 因為那支金兵不是主力軍 那個主力軍是完顏忠和主力軍 是攻太原 太原守得很好 太原的首將張孝純 黃品守得極好 相對來說 銅冠就認真很和 當金兵要攻太原的時候 銅冠是宣虎史 但是銅冠走路 竟然走路 竟然走路 他說我孫虎史沒有守土之宅 我回去開封班兵 章孝純是你手下 當堂反台 當眾罵你 但是銅冠說罵還罵 我要走路 走路就嚇到宋輝中 有一個很小的支節 我們研究歷史 有時候有些小節 剛才卓妍講到 宋輝中這麼英名 為何當收到金兵 男親 他這麼快要傳遺給陰宗 他發生一件事 宋族通鑑長篇 記事本門 三朝北文匯篇 第一手材料 宋輝宗很煩躁 忽然之間發生一件 她沒有想過意外 她中了風 她右手右腳 忽然間不能動 其實少中風 講不到話 這個人這麼多話 這麼多動作 寫字畫畫 捉棋打 打天狗 這麼厲害皇帝 突然間 她四十多歲 她很煩躁 她未發生中風之前 她跟她的漢核博士 是同觀的幕僚 語文許宗 討論到 我都想存衛 不過存衛之前 我要控制 報好誰做宰相 她有分數 她還說到 我沒有軍費 我叫兒子去抄家 拳龍去叫家庭去抄家 他說抄那些家就有軍費了 招數是養肥你的家 因為抄你家 這筆記很過癮的 說到 她教她怎樣做 抄他家 要哪人給錢 你那些外職你都找夠了 於是抄你家就有軍費了 她是有誠足在空的 她真的那時候好像拳龍王 傳衛你的兒子其實就要做 英明一世 輝宗 她抵不住健康的問題 所以怎樣都可能意志薄弱了 她一聲 她記載她說 她說不到話 她左手寫字 她左手寫字 她說怎麼搞 幾十歲才學左手 她左右手可以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於是就要傳衛給英宗 但是英宗不肯做 英宗說那怎可以 橫哥 這些故事在你的書裡 有沒有有 有 有的 今天想說帶這個書給大家 就是橫哥的新書 他的書裡面有講到銅貫的事跡 所以你看到銅貫 徽宗的故事 和北宋年的宣和為是 其實中間有很多有趣的細節 可以和大家說 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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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day